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说这个礼拜呢 我们要每天开箱 其实也没有每天 我们好像开到礼拜三 还是礼拜四 我再问一下 反正anyway 礼拜三嘛 对不对 连续三天呢 我们都要来中秋好礼大赏 而且呢 除了是我现场要吃 要喝给大家看 我昨天早上吃了燕窝嘛 对不对 后来听说那个抽奖 整个如火如荼啊 大爆炸 我才两个小时播出去 听说那个在飞碟粉丝团上面 整个抽奖就是 这个涌进了非常非常多人 那么今天早上一样 我们有好礼要送给大家 那今天呢 一开始就有 我觉得真的非常有诚意 就是呢 要送礼给大家 人还来 来 我们让我们来欢迎呢 就是呢 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 可能你家转角就有一家 那到处都有 那也是陪 陪伴着我们成长嘛 好像也没有 陪伴着我们的小孩成长的 85度C 让我们欢迎85度C的副总 钟静如 钟副总 你好 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一定要讲一下哦 这位钟副总呢 我叫他钟副总 我全身浑身不对劲 因为我们两个应该是一百年了 他是我政大新闻系的学姐 而且就是高我一届的学姐 那 可是你看起来比我年轻太多了 没有没有没有 不要这样讲 而且我学姐哦 我一定要讲 我学姐其实也是我新闻圈的前辈 对不对 以前也是在新闻圈服务 那后来呢 就是不像我们这么没有长进哦 还一直在这个圈子里面 那学姐呢 就后来到了企业界服务哦 节节高升线是85度C的副总 我觉得我学姐相当的 有资格来跟大家谈一下 怎么样从一个小记者 变成一个企业的副总 这个可能要另外再开一个单元 对啊 你可以在我们礼拜一 我们礼拜一都有那个职场单元 所以呢 靳如学姐哦 她是我的学姐哦 而且 真的是还算蛮熟的学姐 然后算是熟 算是熟 而且那个也是我中心觉得 杂从心里觉得是个美女的学姐 没有没有 真的啦 不知道怎么讲下去 赶快送礼吧 赶快送礼 好来来来来 每逢中秋节哦 大家都会送礼嘛 那所以呢 各式各样的礼盒都有非常多种 85度C 85度C 有做礼盒耶 我都不知道 我以为85度C你知道就是 因为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在社区里面非常多到处都有 那你不管买个饮料啊 买个咖啡 你就会想到去买 然后我们有时候就会想要吃个点心 然后我知道85度C有很多很可爱的小蛋糕 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对其实大家都觉得说我们是什么咖啡店 或蛋糕店 但是其实我们在烘焙这一块全球有三千五百个师傅 所以他这个全球有三千五百个师傅 对都在专门做这个研发啊 跟这个产品的这个开发的部分 所以在烘焙这一块我们是很有信心 OK 刚刚其实我们还没有声音没有出来的时候 我们直播画面已经出来 然后直播上的朋友们每个都赞叹 哇哦这个礼盒也太大了吧 今天是有要送这个礼盒给大家吗 因为今年我们特别跟这个二稿合作 二稿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年轻的这个插画家 二稿哦 对 不是二稿是二稿 但他的意思其实就是二稿 但是他叫二稿 他是一对兄弟 然后他的作品呢 有得到这个德国的这个IF设计大奖 甚至是这个纽约的那个协会 协会的这个插画奖的铜奖 好厉害耶 对是我们台湾土生土长的这个一对兄弟 哦真的啊 所以二稿就他们两个人吗 他们两个人 对不对 一个负责插画一个负责文字 对那我一开始其实为什么会跟他们合作 也是因为被他们的画作吸引 我觉得他们的画作有一股这个 台湾本土的这个风情在里面 不管是古老的建筑啊 或者是古生就是传统的那种节日啊 它都描绘得非常细腻非常好 对 好我先给大家看 诶好重哦 对 所以里面东西很多 我们今天拿出来要送给大家的是双层礼盒 真的假的 学姐你有太诚意了 诶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那这个礼盒呢 就是你们一定会非常喜欢 因为它真的跟一般的礼盒很不一样 那当然呢这个 虽然学姐跟我很好 但我秉持着公正客观的立场 我还是要给他吃一下 或者是要开箱一下 一定要 好不好我都会讲 我打开来就会觉得 这没有 这只是拿起来种啊 里面都放石头啊 我们秉公处理 那大家有图有真相 请大家现在上YouTube 您可以上YouTube搜寻飞碟联播网 正在直播的就是生活同乐会节目 你看到就是我同文本人 以及我美丽的学姐 也是85度C的副总 钟静如钟副总 今天带了85度C 今年2020年非常特别的 叫做一盒85上月球 企业大宗款 这个是就是大款对不对 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图的 为什么叫一盒85上月球啊 其实我们这个礼盒的设计呢 是完全以民国58年的时代 做一个背景 那58年那一年呢 就是阿姆斯状上月球那一年 等等等等再讲一次 58年民国58年那一年 所有的这个插画 都是以那一年作为一个背景 那民国58年呢 除了这个全球发生的 这个阿姆斯状上月球 这件重大的事情之外呢 在台湾我们的这个 无敌金龙少帮队 也在那一年获得了世界冠军 哇那真是美好的一年耶 对所以我们有一盒 这个无敌金龙流沙 也是也是 也是我们今年的主打款 那这个是阿波罗11号 大家可以看我们现在 秀的是不同的礼盒哦 第一个叫一盒八五上月球 对那你看好可爱 它有好多这个这个 这个里面的人物设定是什么 都有人物 比如说像这个 都有故事 这个阿姆斯状就是 他在描述说 就是民国58年有一个就是 就是出外打拼的一个小孩子 他就是妈妈思念他的心情就像这个 行星状会球一样 这样子的猛烈 所以这个是一个有延续性的故事 哎不过我要先讲一下 因为大家用听的 你如果没有看 你根本不知道 我学会在讲什么 对 因为他拿出了这个 阿姆斯状哦 因为刚刚讲到 民国58年是 阿姆斯状登陆月球的那一年 对对对 那所以呢 他们既然是跟中秋节有关 所以他们所有的礼盒的封面 都跟月亮有关 但是他其实不是一颗月亮 是颗月球 其实 那这个阿姆斯状哦 呃 大家讲到的应该是这个 登陆月球这个太空人阿姆斯状 但他的字不是 他是阿姆啊 阿姆斯状哦 就是思念的思 然后状地球的状 其实如果不懂 看这个笔合不懂没关系 我们里面都有一个这个昂阿飘 就是这个思起来就是昂阿飘嘛 然后这边会有那个二稿写 画的四个漫画 去描述这个故事这样子 哎 昂阿飘 昂阿飘现在小孩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我告诉你他们不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这样字符其短了 真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 真的吗 我真的很不熟 差一点有差这么久吗 所以就请问昂阿飘是干嘛的 你可以告诉我吗 我都没有玩过 其实他们有类似像昂阿飘的东西 像我们昂阿飘这个是 你看 这个是纸 纸嘛 哎 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昂阿飘拿起来呢 然后两个人就对战 然后其实其实他们 我拿我拿我帮我拿 比我们小几岁的他们对战是用那种塑胶的 有一种塑胶的他们是对战是这样 我们是用纸的 就是两个人互相玩 如果你的纸牌叠到它上面你就赢了 你就可以把它收回来 不是那怎么玩到底 我是真的没玩过 就这样子啊 放在桌上啊 然后用弹的 对 用弹的 然后有些人作弊会把这个凹一下 有没有 然后它就会 它就会盖在它上面 就赢了 所以真正原始的昂阿飘就是纸做的 是 后来才进阶到变成塑胶版 你怎么讲的好像你都不知道一样 我真的不知道啊 我们参与是有差那么久吗 不管我真的不知道 有人说好想全部拥有 我说又可以吃又可以玩 没错 所以是只有这一盒 没有 每一盒都有 每一盒都有 阿飘 好可爱 而且里面还有漫画 这都是二稿他们做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好有趣哦 就是说把我们 台湾可能古早的一些文化 放进来 让现在的孩子也知道 可能阿嬷啦 阿嬷小时候 他们玩些什么 是 我告诉你 还有哦 我们还有这一盒叫素兰阿姨 哦 素兰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啊 这一盒都是素的 哦真的啊 哈哈哈 好烦哦 好烦哦 素兰阿姨 所以这整盒都是素的 对 所以吃素的也可以 你看我最近啊 就是在跟大家分享 我都吃一些什么甜点的时候 好多人就问我说 这素食可食吗 素食可食 来直接就写给你 素兰阿姨 这一盒都是素食可食的 实在是太好笑 有人问开始预购了吗 现在应该买得到啦 已经开始预购了 这个都要预购哦 其实就可以直接到门市去填单 然后因为我们给你最新鲜的嘛 所以看你什么时候要取货 这样子 那预购都85折这样 哎 所以其实预购都85折 因为85度C 那你为什么不叫58度C呢 这样秘国58年啊 哈哈哈 因为想到 因为85度C 所以预购都85折 好 所以总共有四个大礼盒 对不对 四种 其实总共有七款 七款 对 那有就是说你要台式的话 你就选这个素兰阿姨啊 或者是阿姆斯状 或者是无敌金龙流沙 嗯 那你如果喜欢广市的话 就是这个 这个企业大宗款 那其实企业大宗款 它里面大概就是三个小广市 有的人不太喜欢吃很多的月饼 那里面就很多的小零食啊 比如说果冻啊 那我可以开箱给大家看了吗 可以啊 好 好所以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85度C今年初的这一些礼盒 总共有七款哦 那除了每一款的这个封面哦 就是好玩的 封面的可爱的 这个主题都不一样 里面也都有附上 刚刚我们给大家看的这个 阿飘的这个漫画图 还有可以给小朋友玩 大人玩也可以回味一下童年之外 里面其实内容物也都不一样 对不对 这一盒是一盒85上月球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送给 听众朋友的吗 对这个是企业大宗款 这个是企业大宗款 是最大双成的 你看一看 人家我学姐多么有诚意 我先打开来 你说广市就是这一盒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你说上面每个图案的人物 都有意义哦 对啊 像这就是 就古时候有流传的一个传说 就是说 你要吃了一盒85的月饼 才可以上月球 所以在这个 在这个礼盒里面呢 就有很多人物的一个设定 那 那像这里面呢 德阿飘 德阿飘里面 阿波罗11号 是菠萝面包的菠萝 是啊 菠萝11号 今年我们就有一个产品 叫做蛋黄酥2.0 为什么叫蛋黄酥2.0 因为它的皮就是菠萝皮 我好喜欢 真的吗 在哪里你要留给我 好我一定要留 我一定要留给你 在这边台式的 你知道我超爱蛋黄酥 真的 我非常喜欢蛋黄酥 而且它是2.0版 因为它皮是用菠萝皮 菠萝皮做的 所以它很像月球表面 那一颗就叫月球表面 所以我们在研发的时候都有把这个故事带进去的 有人说所有的月饼里面都有猪油 猪油也不会标明出处 那刚刚那个素兰阿姨就是没有猪油 没有 就是没有 素兰阿姨那一盒就是吃素的朋友 可以完全来使用的 好这个是阿波罗十一号跟一盒八五上月球的阿姨飘 好可爱 好那这里面 你刚刚讲说有以前有一个传说是吃了一盒八五的月饼 对在民国五十八年的时候 就是在遥远的一个岛屿 人们相信就是只要 这是一个故事就对了 对只要吃上一盒八五月饼就可以上月球这样子 那所以呢 对这里面有好多人喔 你看有厨师 诶这边有棒球 这个是棒球队员对不对 对就是 就是无敌金龙流沙那一盒 无敌金龙 金龙少棒队 对我们那一盒叫做金龙流沙 好 它就是 其实是结合这个二稿它擅长的这个画风 然后跟那个时代的一个故事 好 那这个里面大家看到双层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的 所以呢 你们就是看好一下你们会拿到什么东西 来第一层 第一层是 这个是我们的桃山皮的月饼 好 就是广式的月饼 那这一盒是年轻跟经典的组合 我怎么说年轻呢 嗯 我们这个月饼的口味里面有这个我们饮料当中 在美国卖的很好叫海盐焦糖 那海盐有这个开发这个海盐焦糖口味的 比较创新的 创新的口味 然后这个也是就是 嗯 它是那个里面有珍珠的这种大幅 嗯 里面有珍珠的大幅 那经典口味 珍珠大幅喔 大家知道85度是因为有饮料嘛 对 所以他们也有珍珠对不对 所以你们把珍珠做到 年轻人爱的珍珠 珍珠大幅 把放到这个甜点里面 嗯 然后这就比较传统经典的 就是我们每年都很长销热销的85度期的凤梨酥 哦 对 它跟土凤梨不太一样 它是比较 呃是冬瓜酥的那种凤梨酥 我知道 对比较传统的 所以它是冬瓜酥 就是比较传统的 那其实是凤梨酥啦 嗯 大造凤梨酥有两种 嗯 我们小时候吃的凤梨酥其实都是冬瓜酥 对 那后来就有一些说 哎不行啊 怎么可以凤梨酥里面包冬瓜酥 那当然有一些后来推出的就是 真正的凤梨酥里面是包土凤梨 可是因为冬瓜会稍微 口感是比较甜 对 然后土凤梨它是比较酸 那其实就是大家就看自己喜欢的口味就好 对 那这边的话就是比较传统古早味的 呃这个凤梨酥 对 对 然后这边还有果冻喔 蒟蒻 对 这个是呃 呃 小朋友很喜欢 对小朋友很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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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种西口 这样那种小小的 对对小小的 然后另外第二盒 第二盒 这个是上层 这是上层 大家来看 下层 对这个是巧克力口味跟白巧克力口味的 口味的什么 的那个 哦这种我知道 小蛋卷 小蛋卷 这种就是里面有包 然后外面是坚果碎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外面就是杏仁果果粒这样子 这个在这个网路上也是 知名度相当高的 真的哦 然后这边还有寒天果冻 对 是梅子口味吗 没错 梅子口味里面有一颗梅子吗 没一颗 有耶 果冻里面有一颗梅子 有一颗梅子 青梅 所以呢 这个就是双层的里盒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澎湃 对 下层是点心 对 上层呢就是我们比较喜欢吃的糕饼 而且我真的很喜欢做的小小的月饼 不管它是蛋黄酥月饼 还是凤梨酥 我都希望它越小越好 对 这个方式也比较小 因为现在大家 因为吃多了会甜腻 然后而且重点是 像以前那种大的月饼啊 我如果 我真的觉得我很怕胖 所以呢 我要吃我可能吃一半 那剩下一半你就觉得很麻烦 如果你做小一点的话 我觉得真的非常适合 好所以这个是今天要开箱 送给大家的一盒八五双月球 那但是呢 几千个人来抽也只有一个人会抽到 所以你很多人可能看了流口水想买 那很方便 因为85度C到处都有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再来开一下钱 另外还有哪几盒 特别的我们来开一下好不好 我可以拿哪一盒出来吃啊 我总要吃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阿姆斯状 来这个是 我可以吃阿姆斯状 其实呢 我跟你讲这都是 我们的台式月饼是最有名的 那像这一颗就是 嗯 我们有注册专利的白玉东坡酥 白玉东坡酥 白玉东坡酥 对 那里面是什么 里面是有麻吉 哦 我喜欢我喜欢 还有霸霍 然后就是 肉 肉脯吗 对对对对对 然后它就是 味道就是这种甜甜咸咸的 然后很有层次感 对对 然后是里面是这个 豆沙 你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菠萝吗 算菠萝吗 这个才是菠萝 这个就是刚刚 2.0 所以说的2.0版的菠萝蛋黄酥 对蛋黄酥 对对 我们叫它月球表面 月球表面 对 因为月球表面是凹凸不平的嘛 那所以他们用那个菠萝的 烤起来的那种感觉 菠萝皮 但它没有很厚啊 它看起来是薄薄的而已 对它没有很厚 它就是 要造成那种龟裂状 对 好 所以这个阿姆斯状 这个阿姆斯状 我们刚刚说的 这一个呢 要再讲一次它的 它的 我自己是 目前看起来我最喜欢 我最喜欢阿姆斯状的这个 这个壳啦 不是壳讲错 它的礼盒的包装 为什么 因为它 这个四个字实在太好笑了 就再给大家看一下 阿姆斯状 然后刚好 配合我们Key板 把它Key掉 它还真的有点流星的感觉 对对对 因为透明 阿姆阿 思念小孩的心情 就像彗星撞地球那样的强烈 所以叫阿姆斯状 对对对 好然后就是一个妈妈抱着一个 可爱的小孩 然后手上拿着他们的蛋黄酥来吃 这实在是太好笑 然后那里面里面里面的这九颗都是不一样的吗 对 还是其实是有一样 这个应该跟这个一样 它有什么 就是有 这有 玉泥酥 对芋头酥 芋头酥 然后这个就是绿豆沙 绿豆沙 对 然后有蛋黄酥 菠萝2.0我办 菠萝皮的蛋黄酥 对然后这个是金玉酥 金玉酥 这个皮就是非常有层次 有个二三十层在上面 所以它吃起来就是非常有层次感 对对对 所以咬下去就是松松的吗 对对 好 那如果你拿回去马上吃OK 但是如果说要冰在冰箱冷藏的话 拿出来还是要回烤一下会比较美味一点 等一下我突然看到一盒八五上月球 刚刚我们说那个双层大礼盒 抽五个 抽五个 是啊我刚刚想说你怎么说抽一盒 我有这么小气吗 学姐你真的很大风欸 抽五盒喔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抽五盒 我真的越来越像购物频道 我们今天抽五位喔 五位喔就只有五位朋友 所以我大概一定要把外聚会好不好 等一下呢十一点的时候 诶是十一点吗 你们这样子等一下就会通通都跑去那个抽奖 我等一下再告诉你们去哪边抽奖 然后要怎么弄齁 好所以这个是阿姆斯状 再来 这个是素兰阿姨 对 哦这里面也都是中式 所以刚刚有讲如果喜欢 广市或者是西市的话就是一盒八五上月球 对 因为它里面还有果冻啊 还有小饼干啊等等 可是像阿姆斯状啊 还有像素兰阿姨啊 对 还有你刚刚看到什么阿波罗十一号 对阿波罗十一号 特别要讲 它都是比较中式的点心对不对 它没有阿波罗十一号它是真是比较是属于完全 今年新开发的新品 新品 对就是月球表面三颗 然后这个的就是偏粉红色的这个是 里面是有这个蛋黄在里面的 就是有点类似像太阳饼 但是 小小的但是它里面有 有蛋黄 有蛋黄 对 那你叫它什么呢 你要看一下 因为你们有100种商品 对 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先讲这个小鸡星球好了 它是一个 好可爱喔 很可爱的 对 这么主打的 它有一整盒的 它是做着一个小鸡的样子耶 它看起来 它就是很像日式和果子 这个不拿出来真的是没办法给大家看 然后里面呢 是白豆沙 它里面是一只小鸡 是立体的哟 它真的是有点像小朋友 小朋友放在那个洗澡的玩具里面 那个小鸭小鸡的 黄色的那种小鸡一只 对而且 我想可能以前 以前小时候可能大家也都看过这种小鸡的 那个什么 鸡蛋糕啊什么的 这个是有一点怀旧的这个造型 立体的吗 对啊对对对对 你跟我真的只有差一年吗 哈哈哈哈 我怎么都不知道在讲什么 今天刚刚不只有看过现在那种扁扁的 没有看过这种立体的啦 这很可爱 好可爱 那它里面包什么 它里面就是那个白凤的那个白豆沙线 白豆沙线 对对对对 很可爱喔 这小朋友应该会非常喜欢 就是像日式盒果子那样 对日式盒果子的 那这个叫做小行星85啦 我终于想起来了 小行星85 因为它就像一个圆形的小行星一样 对 我这样子给大家看看到了吗 这样子看看到了吗 因为它刚好做起来了 做起来了 对不起我要做出网美的手势这样子 这样手势 来对对对 我们要用网美在那个开箱的时候用的手势 对小鸡 很可爱的小鸡 这个是小鸡 然后这个就是小行星85 对小行星星球 然后这个呢是里面是很特别 它有这个蛋黄 然后还有乳酪 对 然后它也一样是夹整个白豆沙馅这样子 所以甜甜咸咸的 然后 嗯 比较不那么甜腻这样子 OK好 它它其实吃起来口感也有点像我们那个太阳饼 所以你所有都吃过吗 都吃过啊 真的吗 我们要上市之前都要试吃 那你也是每逢佳节胖三斤吗 是 也是吗 可能五斤喔 真的东西也太多 所以这个是阿波罗食品 然后这边就是 我都说我要申请植栽了 这个就是菠萝蛋黄酥对不对 对 就是那个月球表面 月球表面 所以我说这一盒呢都是新品 都是新品 就是经过那个 经过层层严格把关 才能上市的新品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就是 拿到新品喔 这个就是 这叫菠萝蛋黄酥 叫月球表面 月球表面 它也是蛋黄酥 这个85度C的蛋黄酥的2.0版 对 那上面是用菠萝皮做的 然后还有就是中间 小行星 85 对以及小鸡星球 小鸡星球 就是我刚说立体小鸡星 那你们就可以 选择阿波罗11号这个礼盒 但总共有7个礼盒 你也没 今天没有办法全部介绍给大家 但是基本上呢就是 呃 都是呃 都是呃 有不同的组合啦 对不对 对对对 经典的 然后跟那个新研发的 有的综合的 然后你喜欢完全是经典的 也有完全经典 也喜欢完全研发 我们有一颗 有一盒是小鸡星球 是全部都是小鸡星球的 哦 所以就是可以去 反正在门市都可以看得到 对不对 那我问一下啊 你们已经上市了嘛 对不对 但是现在就是处于预购阶段 大家已经有拿到 呃对 就是现在就是预购 预购阶段 那目前为止 你有7款礼盒 你卖的最好哪一款 我们台式的这个月饼是卖的最好的 一定的啊 所以我刚刚秀的那个 什么阿姆斯状啊 还有那个 呃 素兰阿姨啊 素兰阿姨 嗯 对都是 这一盒因为我们主打企业大宗款 所以这一盒也卖得很好 对因为它是属于团购式的 大宗式的 哦 那因为 这一盒因为比较澎湃 然后它的价格空间 也可以让我们的营业单位去 去做一些提案啊 哦 因为有些可能服务委会或什么 它可能需要有一些折价 哦 所以这是有一点点空间在 如果要团购的话 几盒以上都可以恰各门市 所以其实在企业 如果服务委会团购的话 就是偏爱这一款啦 嗯 因为这个又大对不对 对对 就是 对所以就看起来又好 而且它里面真实 真的确实有一些是 在里面小朋友 我跟你说小朋友不见得爱吃 爱吃那种中式 中式就是我们这种人爱吃 对 可是它里面有些果冻啊 或者什么的 小朋友都会非常喜欢 还有那个珍珠大福 我自己都想试试看了 所以这个是 那现在预购还有哪些优惠 而且只剩两个礼拜 就中秋节了耶 预购就是 85折之外 我们还会每一个礼盒 都会送一张这个 咖啡买一送一卷 招牌咖啡买一送一卷 哇 好棒哦 大杯的招牌咖啡买一送一卷 每一盒都有送 你今天竟然没有带咖啡来给我 是 你85度C耶 我早上坐高铁 我连自己都来不及买 我都买高铁的咖啡了 你坐高铁 你从哪边来 从台中啊 我们总公司在台中 对我现在是台中的 我不知道耶 所以你现在都在台中喔 是是是 已经回到家乡了 感谢你 是是是 你今天特别从台中上来送礼给大家 一定要啊 感谢感谢 家姐一定要来拜访学妹 那你还是欠我一杯咖啡 那一定咯 所以 等一下 我们要把这个预购的优惠讲完 所以现在的优惠有哪些呢 就是预购85折之外 这个企业大宗款可以恰各门市 它如果说大宗订购的话 其实是会有折扣的 比85折更深的一个折扣 那另外呢 就是 我们每一盒礼盒 只要是这个中秋的礼盒的话 就会送你一张大杯咖啡的买一送一卷 买一送一卷 对 然后可以使用到 这个家节结束之后 大概十天 去兑换这样子 咖啡圈真的是 不会嫌多的啦 因为咖啡真的是 每天都要喝的东西 那所以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靳如学姐来到这边 就是从台中上来 然后带这么多礼盒 再跟大家讲一次喔 就是 85度C 这一次在中秋节推出的 十一款礼盒 你在任何85度C 任何一个门市 你都可以填单预购 然后可以看自己喜欢的组合 是什么 那除了刚刚以上的优惠之外呢 如果是企业团购的话 都还可以另外再跟门市洽询 哎我们有多少盒啊 是不是可以算我们便宜一点啊 之类的 那还有 就是这一次特别感谢 85度C的副总终静 我也是我的学姐 她提供了五盒 这个最大双层的企业款 一盒85上月球 那其实我觉得非常可爱的是 这些图啊 爸爸妈妈 你们买回去之后啊 其实你都可以跟孩子 用这个可爱的礼盒 还有他里面附的 好像飘的漫画跟游戏 跟故事的叙述 来跟孩子讲 58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 所以 就是只有我学姐这种人 才想得出这种东西 这种情况 因为最近联名其实是很夯的 那我们觉得联名可以 像我以前 我们都跟一些国际大厂 什么Hello Kitty啊 这些比较国际的肖像 那我觉得 应该给本土插画家一些机会 对 让他们的作品 可以让给大家知道 那同时 我觉得这里面富有的这个文化 跟这个历史的意涵 是很好的 就是我们在 因为中秋节是中国人的节庆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能够在这个时候 多告诉他们一些我们的故事 民国58年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 有国际的 也有本土的 然后你看这个以前 就可能是 搞不好现在年轻的爸爸妈妈 是真的没玩过这个东西 可是绝对是阿公阿嬷的时候 有 以前阿公阿嬷都会有 说不定还可以带着祖孙一起玩 对 我觉得我光是想像 那个在中秋团圆的时候 大家桌上放的这个礼盒 然后 这样子祖孙三代一起玩游戏 吃点心的画面 我就觉得很温馨 我很认真吧 嗯 真的有研究我们的资料 我真是正当新闻系毕业了 称赞你的称赞到我自己 好所以呢 希望大家都有机会 就是来参加一下抽奖 那如果说真的没有抽到 五盒已经送很多了啦 但如果真的没有抽到 没关系 我们家里旁边 我家学对面 就会兼85度C 都可以有机会 去把它给带回家 我们全程460家店都可以为您服务 好 那我知道大家都在等 那到底要怎么抽奖 从现在开始 只要大家上飞碟脸书粉丝团 他没有读后 我生活同乐会节目啦 是飞碟脸书粉丝团 在飞碟中秋毫里大赏的贴文底下回答问题 回答问题 问题是什么我不知道 请大家自己上那个飞碟粉丝团的脸书专页去看 就有机会得到一盒85上月球的企业大宗款 我们送五盒给大家留言的活动 直到今天下午五点截止哦 今天下午五点哦 所以大家等一下赶快去留言 那今天我们再次谢谢亲爱的85度C副总 钟静茹中副总 谢谢童文 那希望下次也还有机会来我们节目上玩 然后下次还可以送东西给我们的听众 当然 怎么这么未熬 然后85度C是我们的好朋友啦 就是在街头巷口都有 那也许等一下去买个咖啡的时候 就可以顺便带和礼盒回家了 谢谢 谢谢静茹 等一下记得大家要去飞碟的粉丝团来抽奖哦 谢谢更多赞 这下午五点个期待 还让大家看见 我跑到一项 我突然有点多点 放松